台北市寸土寸金 在这个光复南路市中心的精华地段呢 最近出现了这一大片 市值将近20亿大型菜园 整个土地呢 切割划分成168块的小型菜谱 被抢租一空 现在还有数十人排队等抽签 大家都想当都市农夫 抓着菜虫笑得好开心 照顾每一株菜苗就像 自己的孩子一样 甚至还帮菜园拍起了微电影 就在台北市中心的精华地段 出现了这么一大块 市值20亿的菜园 地瓜叶 高丽菜 芹菜 遍地蔬菜水果 什么都有宛如市外桃源 楼上楼下隔壁都不认识 自从来种菜认识了更多的人 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 小菜园的前身是国防部的老眷村 因为拆除后宛如废墟 就像一座大型的垃圾厂 当时居民花了一年的时间 用木条隔出这一块一块的小小幸福菜园 里办公室还开放民众来抽签种菜 我们刚开始规划只规划了48个区块 48个区块就哇 不得了 那个非常非常的踊跃 对 我们又扩大到168块 等于今年又扩大了120个 供不应求了 对对 近临市中心精华地段的土地 每瓶就有400万元以上 换算后农场土地市值大约就有20亿 所以每块不到半瓶大的菜谱 至少就有200万元以上的价值 小小的农场不但带动了周边的房价 附近里的这一个幸福农场 幸福还持续的蔓延到隔壁的东容里 甚至高雄 宜兰和外岛的金门 也陆续掀起了这股都市农夫热 自己打造开心农场 开心种菜 记者洪西宇071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